拍照 拍照 来 一 二 三 他后来不是把照片洗了 给我们了吗 那照片呢 我那会儿跟同学玩 时光胶囊 放胶囊里了 你没哪儿了 当时是一片空地 现在 没指望 我上大学的时候 笔记本被偷了 电子本也没了 当时他洗出来 有给你跟小哥一人一张 你的照片呢 我的 不知道放哪儿了 我们去找子修吧 他保存东西 保存他自信 现在 带你去喝杯咖啡 沈子闷在家里 哭嗓那里 走 一杯奇果冰沙 一杯拿铁 一份水果沙拉 我们的三明治套餐里面 是有水果沙拉的 你要不要直接来 一份三明治套餐 好 好 一份三明治套餐 一共九十二元 现金还是微信 微信 您直接扫码就行 微信扫码 一份三明治套餐 一份三明治套 好 一份三明治套 好 欢迎光临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上班吗 我跟同事换班了 看你做得不错啊 像不像样的 像个大人吗 服务员还不都这样 高兴你就笑一笑 我扮什么酷啊 喝什么 你会做什么 榨果汁 行 那你就亲手 榨两杯橙汁吧 你妹跟你挺像 我妹跟我不像 跟你像 小曹 我家里来人了 帮我做咖啡 好嘞 坐 我刚去国外的时候 在赵豪康家住过几个月 当时走得比较聪满 很多东西都没拿 也不知道还扔没扔 子修哥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不就行了 免然先去工作吧 你现在里边再找找 你那个相册 是不是之前搬过来的时候 东西太多了 压哪箱子底下 真找不到了 我 我再插一句罪 我哥别的东西我不清楚 但他的相册我知道 秦明 三年前 被我妈剪掉了 全部发疯剪掉了 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 把她的证件都藏起来 应该也全部都已经被剪掉了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要是你 我就全部都说出来 让他们做好一点心理准备 否则妈发起风来 他们没见过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我哥不愿意说 我来说 我哥好不容易大学快毕业了 那时候我妈身体挺好的 我哥就打算回来 这块儿比较好 别光吃肉呀 都吃点蔬菜 看你胖的脸都圆了 难吃是福啊 妈 福什么福 等你后悔那天就不是福了 你往后一点的 头发都进碗里了 你单位考虑得怎么样了 实习那个地方我打听过了 挺好的 薪资待遇什么都挺好 我还没决定 你得尽快了 那些同学都去哪儿了 妈 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国生活 当然不考虑 什么叫回国生活 我从小就生活在新加坡 我的朋友也都在这边 是不是 妈 就是 我在新加坡也快二十年了 习惯了 这要是回去 也许还不适应呢 再说了 就我这身体 折腾不起啊 你赶紧把工作定下来吧 别东想西想的了 妈 你现在生活也可以自理了 新加坡的设施也好 小城也长大 不用操心 所以我想 我也回国找工作 反正现在交通也发达 去哪儿都方便 林可平给你打电话了吧 不是 我现在确实是 确实是挺难的 我也不想拖累你 我虽然能走了 能出门了 但是还得需要轮椅 真要是摔了的话 小城子这样子 她也扶不起来我 再说如果小城子生病了的话 我都没办法送她去医院啊 你说真要那个时候 我该怎么办啊 我问过医生了 你不用担心 她医生她能管到哪儿去啊 她又没瘫痪 她知道我一个瘫痪的人 有多难呀 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不用担心 在说林可平的干吗呀 她又没老 她又不是不能走了 她跟我讲什么呀 妈 你别记得我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吧 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要是问我 我就是不同意 混蛋 妈 你不会真的要回你爸那儿吧 我本来就打算毕业之后就回家 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我不知道怎么照顾妈的 妈的脾气 你刚刚也看到了 我求求你了 哥 能不能不要走啊 哥 妈 妈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你看照片呢 什么照片啊 没什么 我也看看呗 我要睡觉了 你进我房间记得敲门 好 妈 好 那您早点睡吧 也别仗着年轻总熬夜 好 我回来了 不 程子 我那双运动鞋你给我刷了吗 我给你扔了 都破成那样了 回头我给你买新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有人这些照片也没什么用的 你能不这样吗 那你要我怎么样 他们一定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每天都在骂我的人 我还要留着他们的照片供着忙 我得有多大度啊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该走走你的 你不用管我 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我也不想当你们的累赘 我就应该跟小程子的爸一起走 别再这样了 妈 你不用管我 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你走吧 你走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不走 我把工都停下来 你干什么去 找歇 我干嘛 我哥哥 你好 我马上回来 哥 你别去了 哥 那边送我的礼物 我必须借回来 我知道 鞋子我偷偷借回来了 就在我书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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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编绑 我去你